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河流之一 自古以来 孕育了几千种鱼类和水底生物 例如中华白沉、白旗屯等等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鱼类基因保护 到底去到我们这一代 可以说是一去不返 污染、城市开发 再加上人们特别喜欢吃野生鱼 所以渔民捕鱼时更加不择手段 近年还发明了电毒炸、绝护网的工具 不单是大鱼 连鱼猫、鱼苗都真的有杀创没有放过 所以有几千年历史的鱼类保护 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 彻底破坏了 渔教授 你好 你好 我们姚教授就是重庆这一家著名大学 专门研究长江生态的专家 姚维志教授做了近30年的 长江鱼类生态研究 见证了长江的变化 那教授我们都说长江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其实它是重病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其实非常珍贵的 比方说白群 2003年以后就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个体了 没有了 没有了 长江群 2000年前后就停止了自然繁殖 胭脂与国家二级宝互动 也是多年没有发现它的自然繁殖了 还有些物种我们叫做经济娱乐越来越少 真的是到了一种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状况 于是他和各省的生态专家都向政府倡议 进行为期十年的彻底禁止捕鱼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的代价相当巨大 涉及的是长江流域十几个省市 总共二十几万渔民 还有大量捕鱼行业从业园的生计 经济损失会非常大 不过经过多番考虑之后 政府都决定执行这个 会影响世世代代后人的决策 至于为什么是十年进步呢 绝大多数鱼类从出生达到性成熟的时间 一般是在三年左右 那么我们经过十年的禁鱼以后 就使得这些鱼可以繁殖三代 那它的生态才可以就 有可能 但是你不做那就完全就没有可能 2021年1月1日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国家正式宣布 长江流域进行十年彻底禁部计划 沿着长江 由青海一直去到上海的十几个省市 所有渔民要交出渔船和捕鱼工具上岸 十年禁鱼应该说我们的渔民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它除了捕鱼之外 没有别的萌生的渠道 但是我们这些渔民 都是想于国家的号召 就全部就退步上岸 为了补偿他们 政府也都设立了 二百多亿的过渡期生活补贴 还帮渔民安排上岸之后的工作转型 去年长江流域正式实行十年禁鱼 于是野生鱼更加渴耻 非法捕鱼的人 就趁夜晚政府渔政部门收工之后 深宵出来行动 而流洪的民间护鱼队 就正正在这段时间出动填补空隙 很多队员之前都是渔民 对江面情况特别熟悉 因为我从小在江边 我对长江里的水情 对渔情 你看我们里面有渔民 渔民他就知道哪个鱼在哪些地方 那渔政和公安 他肯定就没有我们那么清楚 流洪说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这几年非法电鱼的人 装备都越来越强 非法捕鱼他们把那个 从三十万里 换到九十万里 换到一百万里 一百五十万里 他们比我比船快 那这些人我就买装备 然后他们换成五十万里 那我也跟他们换了 我就换了六十万里 他们换了六十万里 我就换了九十万里 反正速度一定比他们快 这一晚我们就跟着流洪队长出江面巡落 有没有发现 没有 这个地方刚好就是新生回水区 这些地方鱼特别多 下往的话都是下半夜 下半夜来三点钟来 零晨三点 零晨三点 对 前面有钓鱼 对 你看 有钓鱼一些的 有钓鱼 算好 对 人帮钓鱼了 有钓鱼 有钓鱼 就这个吗 非法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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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看到我们就跑了立刻 对对对 就跑了 看着就跑了 人家肯定看到我们就跑了 你看看 很多钩啊 这个可以判形的 七颗钩以上可以判形的 这个非常厉害 这个生命其实这个 对 十六颗 有十六个吧 这个钩很厉害 只要鱼一站到这个地方 一靠近这里就把人勾住了 其实整个行动 我看到队长 他一路全程都是 真是雷射眼 不停地在看着岸 有什么可疑 他是没有放过 任何一个可疑的目标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整个组织 是很热血的 今天我体会到他 真的非常不简单 几乎隔晚就巡一次 八年来 刘鸿和他的队员 有过千个晚上 都会在岗面通宵度过 走过 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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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 他们一共协助政府 破获了二千多宗 极度残忍和非法捕鱼案件 拘捕了千多个犯人 刘鸿也成为了 非法捕捕者 恨之入骨的对象 他也曾经收到死亡恐吓 刘队长 您在七八年间 不断地出心出力出钱 然后也不断地被人家骂你 包袱 包袱 这些人就会有什么 也就是 我从小就看不惯那些 不平等的事情 一直就是性格 从小就是这样 生活在长江边上 然后也看到这个长江的变化 你说这些违法捕捞的 我能看得下去吗 像我这个性格就看不下去 这么多年刚开始的时候 反正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能解决 温饱能解决嘛 生活也好了对不对 那我们觉得 还是应该跟 只剩后代 就是超点福 社交室 人员 能够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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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人员 何人员